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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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 來 第一次來的舉手 第一次來的 好 我們掌聲歡迎一位朋友 歡迎大家在這個週末午後來到佳日科學廣場 今天天氣非常好 然後呢 我們提到的講師帶給大家的活動 哇 真的是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先看一下那個節目單 待會再跟大家做一點點的介紹 但是呢在介紹講師之前 一定要特別感謝國科會給我們這個計畫經費補助 然後呢也感謝中央大學給我們的場地 還有人員的經費的補助 讓我們可以持續辦這個活動 然後也很感謝各位長期以來支持 假日科學廣場的朋友們 那有你們的參與這個活動才有可能越辦越好 今天請來的講師是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任教的古建國 吳老師 古教授 吳老師其實非常有名 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不同的科學節目上看吳老師 或者是有注意的話就是有很多在做這個科普推廣 不然是媒體就是不同的媒體 其實吳老師都是在背後擔任這個科學部門的角色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清楚的工作 再加上吳老師也常常利用假日 就是到全國各個鄉鎮市去做科普活動 帶活動 所以我們兩個大家可以不應該說是同病相連 就是我們都有那個相同的喜好就是不喜歡休假 其實不是不喜歡啦 應該說是假日 假日大概都是在外面中 耶 樂在工作中 我們不把它當工作啦 各位會覺得今天來這邊是上課嗎? 不是嘛 今天是來玩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不把這個東西當作工作 我們覺得它是一件有趣而且有意義的事情 那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是跟看一下我們的題目 馬唸一次 是從科學與文學對話到科學動手做 好 我必須說啦 長久以來那個科學跟人文好像是兩個世界有沒有 那科學的人就聽不懂人文的人在說什麼 而人文的人也不知道科學家在想什麼或做什麼 有一個很有趣的對談是我們現在的文化部長 龍應台 龍女士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科學家 叫做朱晶武 然後彼此問了對方五個問題 好 然後就是這五個問題的定義 其實就是文學家覺得這個應該是最基本的嘗試 然後問科學家就知道 科學家覺得這個應該是基本的科學嘗試 然後問文學家怎麼回答 然後結果當然是滿奇才的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題目那個朱晶武問龍應台 他說你解釋一下人為什麼不能把自己彈起來 那我們的龍部長當然 這要怎麼 就不能啊 好 那我們的龍部長可能就問的題目是 舉例 《紅樓夢》的作者是誰這樣子 好 所以PK的 這比較PK啦 交流的結果大家可以去參考去Google去看一下 很有趣的一段對話 但是呢 我跟布老師我們都有一個理想 我們希望科學跟人文不是兩個世界 是可以搭一座橋 然後我們彼此可以對話 所以今天是一個嘗試 我們透過就是在很多成語裡面的科學原理 帶大家從科學的角度去看一些文學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有四個主題寫在我們這個小 我都大當裡面 入目三分 百煉成鋼 五光十色 破手可額 這四個東西我們要如何透過科學的動手做 讓他有更深的體會 不一樣的感覺 怎麼做到呢 只要看吳建國老師要這麼教我們了 來 掌聲歡迎吳老師 謝謝 謝謝朱教授 也非常感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今天下午用來這個地方呢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這個 我們去的科學事業活動 不過我還是要先感謝一下國科衛科教處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創意的一些題目題材 都是國科衛科教處 補助我們一些相關的推廣計畫 然後讓我們團隊裡面有一些發想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呢 也有一些受惑 所以這邊其實要非常感謝我們的贊助人大位 那接著我就直接談科學文學對話 那為什麼要選這個題材啊 科學一般文學語文 我們要如何跟科學對話 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我們在推廣的過程中 尤其我們跟老師們做一些研習的時候 我自己深深感觸啊 來參加研習的老師都是學科學的 都是學科學的 可是在一般的場域裡面 不盡難只有學科學的人在教科學 尤其在小學的話 很多都是各種領域都有可能教科學 所以如何讓這些學語文的人發覺 其實在上課的過程中 很多都是科學元素 這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這個 為什麼選用這個題材的原因 是因為剛好這一兩年 剛好接觸那個國科衛科教處補助的一個案子 是輔助公司 在拍成語Science 成語Science 他其實成語跟Science的一個對話 當時我看到這個腳本的時候 劇本他們在提這個計畫的構想的時候 就會非常棒 因為原來我們這麼多成語故事 都有他的科學元素在裡面 所以 那可是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呢 各位假如要看這個作品的話 那當然就要去找公司啦 那我先提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不錯 那剛開始都很無趣啦 不過我可以靜觀姐講快一點 就是說我們生活中裡面呢 把文學跟科學連載在一起 然後透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材料 就可以做一些實驗 那我現在桌子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擺了一些器材 也希望在這個兩個小時之內 也可以給各位一些動手做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引發各位一些想法 那尤其有些小朋友大的話呢 未來在做科學專題研究的時候可以做 那接下來在談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它有緣起啊 在2009年1月1號 11號的時候 11、12、12 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會弄壞一點 其實他提到 給歐巴馬總統一封信 這要改善美國人的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的教育 他明確地指出 你假如美國的科學技術要在世界上 繼續取得理性體會的話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歐巴馬什麼時候聽進去 那兩年後呢 歐巴馬提出一個美國創新的戰隊 認為美國自己未來的經濟成長 跟國際競爭力取決於創新能力 那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要有創新 可是現在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就把小孩子送到自由班 來看看有沒有創意 那這裡面呢 自由班 或者是小朋友就到參加其他科學 包含到這個價值科學廣場 也有可能你也有一些創意 用在你未來的學習 或者是一些科學研究上 他很多方式 Anyway 但是呢 為什麼要鎖定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的整合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觀點 因為我們學科學的最喜歡就是像是化學 好我們就做化學 可是做完以後可以幹嘛 在生活中可以做什麼 挖 對對對就可以玩 好高興的 再來呢我們生活中會不會應用到 那我們生活中如果應用到 我們就是應用在科技或是工程上面 那我們學校科的教育裡面 有時候就少一個味道 就是怎麼引到我們跟我們生活結合 跟我們生活結合 跟我們生活結合好多 像各位最近最夯的就是食物中加了某東西 那裡面其實很多人都喜歡問化學的問題 那最近也是因為從說化劑到最近這個食品的問題 很多人在思考賀爾蒙的問題 在探討現在男生女生的一些行為的改變 這些都是可以討論 好那在這個過程中韓國 韓國是因為我去年12月的時候 剛好參加一個他們的創新會議 他們每年都會辦一次 在年底的時候辦一個創新的研討會 那裡面呢他就強調科學科技或工程的整合 那他們自己本身課程裡面就有加這個元素 其實那我最訝異的地方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課程裡面 要嘛就是物理要嘛就是化學 你談物理 談化學也會談科技跟工程 不多 不會談到生活中應用 那韓國除了談這個之外呢 他連art A也放進去 所以我們就跟諸教授在談說 我們以後可以加一點元素 玩科學的同時可以把科技技術 把它稍微定一個 那有些是跟數學有關係的 我們也可以稍微定一下 那後來我們就提到這個過程中 提到文學藝術 我覺得因為台灣的文化其實是很好的 我們可以結合文學藝術 是非常棒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很快介紹第一個實驗 第一個活動 就是王羲之的入木三分 那有沒有小朋友知道入木三分怎麼來 你知道嗎 寫書法 寫書法 對 哇好厲害 你看我們真的後生可惟 他是寫書法 入木三分 那這個王羲之那是東京時代的人 人又稱王宥鈞 那簡單來講是他是寫書法 王羲之寫書法 常常新草坎術嘛 假如你家裡面有一個政績的話 你可能就不用坐到這邊了 你就可以去逍遙了 這王羲之他有一天呢在這個 在那個時代裡面有一天皇帝 在北教裡面要祭祀 他就在這木頭 這個祭祀上面是用木頭 木頭上面有顆圓的文章 那後來發覺這個文章 不太適合要調整 就要把上面 本來毛筆在上面寫的字 要把它割掉 挖掉 然後在上面重新寫字 結果後來發覺 你這樣挖他一直挖 他的入木三分 就是一直挖 挖到大概三分左右 那個字才可以磨掉 所以呢 這形容王羲之的比例 很常勁 這個強勁的比例呢 讓這墨水入木三分 那這樣講可能 很多小朋友快要睡著了 因為 這邊先說明一下 你要看這影片的話 是取得正版的 不過因為Youtube有 那我的實踐關係呢 就是告訴你 Youtube有預告片 然後各位對這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他總共有13集 好 這段其實是播放是有copyright的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打關鍵字 曾宇薩醫師 走 你真的能夠強到 入木三分嗎 好 先給各位看 前面這是一個戲劇的展現 那他要把原來的字法挖掉 那有看過這個節目的局長 有看過這個節目的局長 其他人都不知道 知道這個節目舉手嗎 知道 就是知道會看 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沒有看過 看一下王羲之所使用的木材揭麵 這是木材的三千片標本 一個是黃揭麵 一個是金花園期的淨揭麵 一個是附近或甜心的銜揭麵 那我現在用吸管來跟大家解釋 橫揭麵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的導管 阿哥看到導管塞管 它會出現很多現象 可是如果是重揭麵 中間幾乎是沒有什麼縫隙 就是水滴進去的時候 會不容易滲進去 橫揭麵和重揭麵的木頭 導管結構不一樣 水滴的縮導不一樣 因此毛細線上也不同 像 一台的部分比較偏黃色 老師我們今天還要試 這兩種不同的落體 好 那個 2分30秒 我們要天跳出來 那這裡面呢 我們再回來看 這個 這是王羲之的 這個陸木三分的瀏覽 就是 所以其實在科學裡面 我們談的是什麼 毛細現象 那剛剛有很快的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 什麼是毛細現象 各位應該小朋友也可以看到 有時候你看這個水 它會 這個中間比較凹下去 旁邊會往上 那這是它水的吸附力 透過這吸附力的關係 水分只能會沿著這個管壁 慢慢往上跑 然後產生所謂的毛細現象 那科學的部分我們就不特別提 那在東進時候 一分是0.245公分 0.245 所以呢 那陸木三分的話有多少 有多少 好 這個就是小學數學五年級的算數問題 就是小數的乘法 所以 就是乘以三 0.25乘以三 所以我 國小四五年級學這個小數乘法 其實都沒有提到王羲之 就是陸木三分 有點可惜 其實應該 我們出題目 反正一樣 0.25乘以三 我們可以跟這個文學結合一下 陸木三分 王羲之時代 有一個成語陸木三分由來 請問一分是0.25 請問三分只有幾公分 就是我意思說 你數學也可以這樣出啊 你不一定要0.25 我有多少 0.25乘以三更多少 anyway 那我這個不特別提了 答案是0.735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考慮到 為什麼陸木三分是怎麼形成的 木頭要怎麼寫 寫在木板上面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考慮到 我用的木頭 不同的木頭出氣不一樣 那還有末子都要濃淡 然後另外呢 這邊介紹的是橫切跟縱切 那剛剛那個影片有跟各位提 我橫切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導管篩管是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往下 所以我的橫切一切過去的時候呢 你看到那個橫切面 假設木頭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這樣子真的叫橫切 所以導管篩管是這個 上下這個方向 所以你今天在上面寫字的時候 末子會順著導管篩管往下跑 那木頭的中心呢 這個距離這個新城市的越遠 就是年代越久的話呢 它的導管篩管可能沒有邊邊的還要好 那個流動的時候比較好 所以你會發覺外面邊邊的叫邊柴 它末子會滲得比較深 那中間滲得比較淺 所以我們現在就科學去研究說 王羲之當初是在哪一種的情況下 入目三分 這人家有意思嗎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談到科學裡面的什麼 鏡 這個鏡跟鏡葉的鏡 那裡面有刀管篩管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可以把成語跟這個科學的生物的植物結構 就可以一起談 那第二種是這種切 就是由上而下這樣切 因為這樣切 剛好是順著導管上來管這樣切 所以你在上面 橫下來寫字的時候呢 其實有點困 能夠橫下生 好 這個有點無趣 不過我們可以很快看一下 像這個鞭柴 我們可以看到這黑色墨水 照這邊 那鞭柴呢 剩的比較低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鞭柴已經跑到下面了 鞭柴比較短 好 這是木頭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就不特別做 然後假如你有興趣的話 小朋友可以回去 錄木生分看看 好 這是屬於科學的部分 那這邊可以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不同的木材呢 它的生前 滲透也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中間大概很 好 這個剛剛談的是這個木頭 科學原理 那在科技上面 我們用應用是什麼 在科技上面應用最多的是防腐 那各位現在 各位這個坐的椅子 椅子這不是木頭嗎 這木頭為什麼從過去住 因為外面有一個漆 小朋友說 那是我知道 因為有一個漆 把它塗起來 保護了木頭 其實喔 除了漆之外呢 裡面有些會放防腐劑 那各位最清楚的防腐劑是什麼 對 浮馬 所以呢 你去賣 你去賣場 我不能講哪家賣場 你就會去買那個 家具回去的竹狀 竹狀然後味道 有刺皮系的味道 味道不好喝 我告訴你們 有些是有微量的家具 會跑出來 那我太危險 因為我不曉得你是到哪一家買 那有些賣場是不會有味道 你拿回家也不會有 那有些會有 那像我自己有一天 我買了168 我買三顆的回去 我住 我買回去 就發覺客廳就有一個刺利性的味道 那我們學化學 我們這種敏感 我們對農劑的敏感度很高 然後我把它放在客廳 發覺有這個味道 我就把它放在陽台 一個月又拿進來 你要很近的聞還是會聞到 這種視力性的味道 那 這個木頭裡面 這個芳芙劑怎麼跑進去 我們只要去泡對不對 泡是一種 可是泡的話又入木三分嘛 然後要入木十分 要有一段時間 那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沒有 小朋友你好像看過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它是有一個方法比較快的 有一個方法 應該是百分之百 一個百分之五十 這個 也很厲害喔 近幾年來 我想 很差別啦 而且好像入木半 入木三分喔 是真正只有三分喔 你用另外一台喔 這個是已經超過真空的 還是可以看到進去 好 那我們把墨汁呢 把它倒在這個瓶子裡面 這個瓶子呢 把它密封起來 然後把其中另外一頭呢 稍微把它抽氣 讓氣體往外抽 這時候壓力變小之後呢 裡面的液體呢 就會順著這個木頭的導管 然後把導管呢 往上跑 順著導管 好 各位可以看有沒有 用這種方式 好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把這個木頭 因為外面的樹皮都拔掉了嘛 所以剩下木頭 這個導管的部分呢 我把它放在這個方法器中 然後這個封起來上面 稍微抽壓力呢 往外抽 讓裡面的空氣的壓力變小 變小之後呢 這個時候 這個防腐劑呢 從下面往上呢 它跑得比較快 大概一天 你現在看到的是 大概一天左右 當時 非常感謝這個理事所 有這個設備 來幫他做這個實驗 那你這樣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 它裡面基本上 這個防腐劑都跑上去 這樣時間可以縮短 所以這是一個技術 來一個technology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談 這個入木桑噴在我們生活中 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這樣子的使用 好 那這是我自己畫的 所以有點難看 這就是我覺得我們學科學 也要有一點藝術的原因 我們會畫好看一點 好 那我們在生活中的應用呢 就是這個 今天要讓各位做的 各位可以看 我現在腳排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這個泥水 然後我這邊 我把它放這個布 它這個布也要呢 這個墨水呢 不不不 這個泥水呢 這個水很髒對不對 可是它滴下來水是乾淨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啊 因為喔 這個透過毛細現象喔 這個水會順著這個 這個抹布呢 往前跑 流出來 往另外一頭方向跑 那另外一頭呢 水就乾淨 水滴出來就是乾淨的水 那 那 好 好 那我現在這個地方準備的是 會有這個 泥土的水 然後我另外一邊呢 我給它放不同的布 不同材質的布 那我們發覺呢 這個 泥水的部分呢 它會停留在原來的水桶裡面 那水呢 會順著這個毛巾呢 因為毛細現象的關係 會往另外一頭方向移動 這個時候呢 這裡面的水呢 就會變得比較乾淨 好 你們準備了 好 那我想讓各位體驗一下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讓各位 我們可以 像每一組裡面都有一個桶子 那 好 我們現在是給他們那個 燒杯 請小組長拿一下燒杯 那每一組發一下 那燒杯裡面呢 要裝水 裝一半的水 那這個實驗呢 其實你可以用不同的布 那它滲透的速度不一樣 那這裡面有幾個變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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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準備的過程中呢 我可以先介紹另外一個實驗 好 那 我們這個實驗裡面呢 就是 每一組 每一組我們準備 這個蘑菇一條 還有一百七七水 那 你可以裝一半的水 然後呢 因為這個泥土呢 其實有點麻煩 那我們是準備那個紅糖 沙糖把它倒進去 好不好 那倒在你的燒杯裡面 攪一攪之後呢 你把蘑菇把它浸泡在那個 其中一端呢 浸泡在這個 有紅糖的水裡面 那另外一端呢 你就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 熱熱桶上面 它水會流過來 其實另外一個 每組兩個燒杯好了 不好意思 其中一個燒杯 裝紅糖的水 另外一個燒杯呢 是乾淨的 那你抹布呢 就從 一端呢 放在紅糖的水 還有水的紅糖 還有紅糖的水 那另外一端是乾淨的燒杯 好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年齡層有點小 不曉得沒有辦法去做這個 思考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準備的過程中 我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 其實說爸爸媽媽 你可以跟小六來討論的過程中呢 應該討論什麼 討論幾個變異 那我這邊以我們這個實驗來講的話 第一個能夠改變的就是這個布 布 不同的材質的布 那我們現在準備有棉布 或者是其他尼龍啊 或者是麻啊等等 不同的布 它的滲透 這個速度是不是一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變異就是布不同 那滲透是不是不一樣 第二個呢 我們的變異可以是什麼 除了布以外 對 液體裡面的東西 顆粒大一點小一點 它會流過去 那其實不能各位談 我們以這個泥土來講的話呢 你跨過去的時候呢 比較小的顆粒喔 它會跑到這個另外一杯過去 顆粒小的會 顆粒大的不會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要再一次分離 那可是 所以這個顆粒大小不同的話 你可以用塞子去塞 它的不同的大小 那你塞過去之後呢 你到時候再捅另外一頭裡面去 去抓出來 那它怎麼抓 很多小朋友可能會有問題啊 像這邊有沒有四年級的小朋友 四年級可以三餐科長 假如四年級或三年級的話 你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就是說 這個顆粒的大小是不一樣 你要想辦法去把它篩檢出來 所以一個布不一樣 一個顆粒大小不同 那還有什麼變異 對 細鳳大小 什麼細鳳大小 對毛巾 因為毛巾不同的大小 會影響到細鳳的大小 很好 這個跟那個很類似 還有沒有 你的布呢 浸泡的深度不同會影響 會 會 你覺得會不會影響 會 會 很好 那有可能有人說不會啊 那你怎麼知道 對 做實驗就知道了 你把它浸泡一公分跟三公分 然後看看它流過去 有沒有 相同的不同 好不好 所以這樣就有三個變異 那你就會收集不同的布啊 然後準備不同顆粒的水 然後還有放不同的深度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整個的實驗 那今天你可以去做 好 還有一個討論 那最重要的是之後要跟爸爸媽媽分享 好 那 我很快講完了 那你做完之後呢 其實我們在根據這個水質要進化呢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像我下面這個 因為這樣慢慢滴呢 比較慢 比較快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可以放不同的顆粒大小 不同的顆粒大小的話 它在液體在這邊流動的過程中 顆粒比較大的 慢慢就會被堵在這個 我們破粒器上 然後留下顆粒比較小的 會從下面滴下來 那這樣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好 這個呢 欸 我們可以做實驗嗎 我們滴一下好了嗎 那各位的那個紅糖呢 你倒一半在那個水裡面攪一攪 好 好 那個 你現在倒一半就好了 因為等一下還要用 等一下把它倒一半 然後攪一攪之後呢 你把它 把它桌上 然後呢 你把你的抹布呢 浸泡進去 然後當然浸泡一公分 再多五公分 你回去可以慢慢做 那我們今天 變衣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一一做了 你把抹布 一段放 放紅糖這邊 另外一段呢 把它放在另外一頭 好 好 讓我們走吧 你們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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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等一下你把這抹布呢 這一頭浸泡 另外一頭呢 這一頭 把它放到另外一個燒杯上面 那你段時間呢 慢慢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段裡面 跑出來的水 是不是比較乾淨 各位有問題 沒有的話 你把它浸泡 我們把 靜置觀察的過程中呢 靜置觀察的過程中呢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做法 好 各位 其實本來應該是用那個 用那個顆粒比較大的 吐司比較好 那可是如果我們 這個教室裡面呢 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但是你們現在可以四顆粒比較大的 我現在給顆粒 給各位是比較小的顆粒 那這小顆粒 因為它會融解在水中 所以它有一部分會慢慢跑 跑到另外一頭 大顆粒 大顆粒的話 大顆粒的話是不會 好 好 那各位在靜置的過程中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泥土的部分 這個我這邊要重生 你回家不要用糖水 倒在這個裡面有活性 它的小顆粒跟大顆粒裡面 糖水因為它融解在水中 所以它就中路流下去了 好不好 這邊是因為我們實驗操作 我們只做一個 就是我們只做吐司的部分 那你 當然我覺得科學實驗最重要的是 要去嘗試 你可以把這個糖水 融解在水中 你倒進去看看 它是不是流出來 然後再倒有沙土的部分 它是不是流出來 還是會卡在裡面 然後再把有些石頭 土塊比較大塊的 再把它倒上去 這個我現在講是 有三個不同的實驗 那現在是因為 我們為何讓各位做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用這個紅糖 當然這個紅糖 有另外一個作用是 等一下我們要做另外一個實驗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在靜置的觀察中呢 好 各位可以看喔 現在這個顆粒比較大的 顆粒比較大的 好 好 對對對 欸不好意思 那這樣收到 欸 這邊看好清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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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進去啦 這一種是比較快的 這一種是比較快的 那今天因為是 剛好是聯合國水環近日啦 環境年 水環近日 所以我們設計這個 跟稅有關係的 好 各位可以看 喔不是不是 有顏色的小石頭 好 欸我知道有些小朋友說 他不是在看多巧克力嗎 不是不是不是 好 適合顏色的巧克力 好 好 各位可以稍微比較 它比較乾淨 好 比較乾淨 那你要怎麼讓它變更乾淨 當然就是這個 下面的活性碳 多一點 多一點的話 那過濾效果會比較好 這裡 好 那個 那這個濁度多少的話 有一個濁度計 我們可以看一個標籤 紅線在下面 看它深度多少 這個就是我們 就不再特別提了 好不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實驗 就是說 入目商品裡面 我們在科技中是有應用的 那它的科學原理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課程中呢 談到的就是這個過濾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實驗要做的 那因為實驗有點敢 所以我們現在要接著談第二個 那第二個的話 影片的部分 我就不讓 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不看 我們就直接看這個實驗的作 好 第二個實驗是百鏈成鋼 就是這個 漢成林的 古君父 好 這裡面呢 我們自己查這個 典故出處的兩三個地方 都有提到類似的話 那像後面那個劉坤呢 他曾經有一首詩裡面提到 合一百鏈鋼化為烙紙樓 那百鏈鋼 其實各位很熟 那當然這個鐵要怎麼錘煉才成鋼呢 要怎麼去煉鐵打鐵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意義 而且我們現在生活中都用得到 好 好 這是他成語的典故 那不好意思 我們就不再講文學了 我們速度快一點 那這裡面呢 它那個是 野鐵 鐵怎麼煉 這個鐵呢 我們就把鐵放進去 然後把煤放下去 拿到作用 然後作用過程中呢 我們得到鐵 叫做生鐵 這在小學或國中的課程裡面都會介紹 那什麼是生鐵 那有生鐵就有熟鐵嘛 那生鐵熟鐵指的是 炭含量 炭含量 炭比較多的是生鐵 炭含量比較少的是熟鐵 那鋼呢 剛好在中間 好 那以前呢 沒有儀器 它並沒有辦法 可以了解說 像 我這個是鐵蓋 這個鐵蓋 生鐵熟鐵 你可以知道嗎 這個鐵蓋假如是生鐵熟鐵 你要看這個鐵是生鐵熟鐵熟燻 那不然你要把鐵放下去 lame放下去 再燒 第一次流出來那個 硬而脆 就很容易脆的 那是生鐵 因為炭含量太高嘛 它很硬 但是很脆 那 你把這個鐵呢 再拿去斷燒 那它的炭含量下降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熟鐵 火 él變熟鐵 那熟鐵的炭含量又會少 那它比較軟 軟 Cut 正性比較好 好,那一個韌性這麼好,一個是韌性很差很硬的,生鐵跟手鐵,我要做成鋼的時候,我要怎麼做鋼? 你知道以前是怎麼做鋼的嗎? 打鐵,各位有聽過打鐵嗎?鐵要怎麼打? 我跟各位小朋友一樣,二三年級二年級幼稚園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鐵為什麼要打? 為什麼要打鐵? 打出形狀,可是奇怪,形狀打出一根,那很快就打出來了啊 為什麼要拿去火燒一燒,再拿出來,再弄一弄,再打一打? 而且鐵這樣打一打,竟然可以變成鋼 好,當然這個節目裡面有介紹怎麼變成鋼 那我們的做法很簡單,我沒有媒體可以打 那我們現在給各位麵粉 滷麵粉,滷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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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麵粉 滷麵粉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加我們這個糖水 糖水 糖水,糖水的顏色可能不夠深 那你再把剩下那個,那個,那個,呃,紅糖呢,把它加在麵粉裡面 那加一點糖水下去 那這個時候你的麵團呢,是紅色的麵團 那另外一個是加純水,是白色的麵團 那你把這兩個麵團呢,把它把它搓螺成兩條 我讀書非常不錯,很希望吃完 謝謝 先去看我寶寶 市場 flashes 好像 bring tried 那種 菜 他 一杯子糖水 你給他用這個水就好 你怎麼知道那個黃色有沒有消毒 因為不要吃的 然後一杯是白白的水 然後他用水來加 然後水可以一個面粉還是中 對 用這個糖 對 對 用這個糖 好 然後那個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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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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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都寫材料 他在想那个 看什么是关系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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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是节目 有点类似 科学厨房 看什么 看什么 好 那个 那个 这就是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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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姐 等下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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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摔 那个小朋友回家的话 可以跟爸爸妈妈做面 做馒头 可以做红糖馒头 跟白馒头 可以 到吧 对 到底一坨加汗水 一坨加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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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吗 我可以吗 我只要一坨 他需要 我就是 一坨 稍微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的紅饅頭已經好了 旁邊是白饅頭 那這個呢,我現在這紅饅頭就像生鐵一樣 那另外一個白饅頭是手鐵 那我把兩塊把它放在一起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時候厚度是不是增加了 厚度是不是增加了 可是我原來的厚度是只有這裡斷呢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打鐵 就把它壓扁 好,各位把它壓扁之後呢 壓扁 壓扁之後呢 這個寬度是原來的 就差不多跟原來一樣平 這個時候呢 你要把這兩塊把它折疊起來 好,各位我現在把它捏成左右兩半對不對 我把左右兩半呢把它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的話是變成四層 是不是白色、紅色、白色、紅色交錯 對不對 是白色、紅色、白色、紅色交錯 這個時候呢 我再把它繼續打 再把它敲扁 再把它壓扁 再把它壓扁 好,這個時候呢它總共有四層 四層以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側邊 這側邊是白色、紅色、白色、紅色交錯 然後呢 再把它摺疊 好,我們就直接摺疊好了 我們就直接摺疊 直接摺疊 直接摺疊以後 這個八等份 變八等份 那八等份的厚度又比 又是原來的兩倍嘛 怎麼辦 那我就繼續把它敲 繼續敲 好 好 這繼續敲之後呢 把它敲平 我們要打鐵 就是打麵粉 好,打平 打到原來的厚度之後呢 再把它中間對折 好 本來是八等份 比較對折又 就變成十六等份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發覺裡面的厚度呢 生鐵、手鐵、生鐵、手鐵、生鐵、手鐵 是不是 就不斷的交錯 好,這個時候呢 慢慢的生鐵、手鐵呢 就可以弄到很平均 所以各位現在在打麵 打麵粉 事實上以前是在打鐵 所以以前的人很聰明喔 他會透過這種方式呢 就可以讓你的鋼 鋼呢 就是很薄很薄的 生鐵、手鐵、生鐵、手鐵、生鐵、手鐵 生鐵、手鐵 交錯 那當然我們在對折的過程中 可能交錯的部分呢 是 身鐵的身鐵多一點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在折的時候 它又混在一起 好 所以基本上這樣做完之後呢 生鐵、手鐵、生鐵、手鐵、生鐵、手鐵 就會非常細密 啊對也可以 好 這個 你要打到什麼時候 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你交錯的越多 生鐵、手鐵、生鐵、手鐵 越平均 這個 因為它的碳還能量是介於兩者之間 好 當然 打的過程中 它要加熱 還是要加熱 所以它的碳含量還是會有點變動 變化 而不是原來這樣子 所以原來呢 你的身體 你的碳含量可能要高一點 高一點 高一點 那你的燒機 這個 打鐵的過程中呢 一部分碳會跑掉 所以這個會牽制到每一個師傅 我的生鐵跟手鐵的量比例要多少 各位了解理師嗎 生鐵、手鐵的量呢 當然我這兩個體積是一樣 重量可能是一樣 可是它的碳含量不同 你碳含量 身鐵的碳含量越高 那你可以打的次數越多 身鐵的碳含量少一點會比較少 當然以現在科技來講 我知道鋼的比例多少最好 可是在以前其實聽不清楚 剛剛那個師傅他自己有經驗 所以才造成說不同的師傅 他練出來的鋼 這個劍的強度好壞 其實有差別 因為我們這個每次打鐵的過程中 我們都要拿到火爐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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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會有一部分的碳 還是會跑掉 好 講到各位有看了朱瑪 這個MGU 各位應該也清楚 那裡面有一個鐵鐵隊長 他為什麼厲害 那就是因為他有他的 這個操作的一個數字 覺得他 他應該可以找到不錯的比例 那根據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個程序裡面 去做出來 好 那個 很多小朋友啊 這個 這個打麵粉 打麵粉 做得不錯 這個人回去 可以拿去當食物 應該是很Q的 這位小朋友 繼續擺練成功的過程中 我再繼續抬一下後面 來幫我先回來 好 那因為這樣子 剛呢 他就會介於身體和手臂之間 沒有 他的大膽量 就介於身體和手臂之間 那其實呢 現在的科技應用 在材料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很多附合型的材料 會比單一的 物質的長度還要好 好 好 比如說 各位比較清楚的是 我 然後我們才來給各位 在我們的招牌 好 那我們就要用這個 這個 好 那剛剛有家長問 那我同學用 身體燒到手臂的過程中 去控制鋼 這個膝蓋可以 因為我現在我可以 取一樣 取出一個膝蓋裡面 看含有多少 我現在有機可以射出來 可是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外面 特徵管理 靠師傅 他去控制這個 這個火把 那有時候我們控制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我把身體燒到 混在一起之後 不斷的讓他 都一秒幾層 來控制我的招牌量 這是一種 這樣的話 這個建議您好 好 再打 好 這個有問題的話 非常好 是手上呢 有一本書是 擁有台灣更所能力的環境 這樣打謝 我們各位科教書 建築了一個計畫 所以呢 變成一個書 這個重點 這個方法 來 這個 這個 有問題問我 好 我現在要送書 好 有沒有問題問我 再繼續打 這邊還有 這個字題是放大版 對 還有訊息 小朋友看不懂 沒有忘記 爸爸媽媽 好像睡覺前 可以念故事 好 補老師現在大放送我 沒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 大靠小朋友都可以問 然後有問題問 補老師就送書 他剛剛有一個小男生跟我講話是這個 好 來 你們換你了 黃隊董 那個 那個 那個是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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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跟 這個 蛋白子 跟 蛋白子 好 那我現在 先進這個 是因為要讓各位打鐵 我們當然不可以直接打片 所以讓小朋友比較慢一點 好 我詐欺問題 其實小朋友也有學律動 這個職業 你也看多生粉 各位有聽過蛋白粉 是所有其他不同的片粉 但是只有麵粉的蛋白質量 我還比較多 所以我要檢測 做出來的麥粉裡面 去檢驗它的蛋白質量 來確定它的高精度 就算麥質裡面的 蠻量多少 再麥質越多 可以用的配合鮮 它有一個標準 在模範裡面的套餐地獎 可 對 不同的桶類 在生產貨跟採收 我們也想到一定很厲害 可是最後我們取實用 其他蛋白質量來做麵粉 我們說最重算一定能夠 對對對 對對對 可是 像我們各位吃的這個 太白粉 玉米粉 有聽過玉米粉嗎 玉米粉它就沒有這個 它的蛋白質量沒有那麼高 所以它沒有看我們做的麵 玉米粉沒有穿搭 好 謝謝最後爸爸 這麼好的建議 我手上有一個蛋白粉 蛋白粉 因為它的蛋白質量沒有香 這個麵粉那麼多 所以它的性子不一樣 所以它的性子不一樣 我們要把我的芥蒂切開 然後看你們的女生變成 最好的 攝影師 然後我們一起 老闆 急這個 讓我們來小找 一點點 爸爸 這個 我們把芥蒂切開 然後把芥蒂切開 先把芥蒂切開 我們先把芥蒂切螺 小朋友可以來看一下我前面這邊 我現在帶來一本 大白粉它的特性就沒這麼好 其實這個在科學活動裡面超好玩的 可是我捏的時候可以變成一顆 我現在各位注意看 我手放這樣 它就化掉了 然後我再捏一捏 它可以露出一個像三的形狀 可是我放開 我可以拿它手上 這個自從摩西呢 一個擺杖呢 等到那個紅海分兩半之後呢 後來呢都沒有人 有這種能力把水分開來 所以注水燃燒 但是放在碳白粉之後 通通可以把它縮起來 有沒有看到 因為呢 蘇老師捏一捏之後 放在手上捏 手放開之後 它就散掉了 那捏的時候呢 可以變成一顆 所以玉米粉大白粉的特性呢 跟麵粉不一樣 你的 因為你的麵筋的麵粉的部分呢 它是會 形狀不會改變 但是這個會 好 剛好國老師做這個實驗呢 最好會做一下廣告 我們剛好也有做這個 假如你要騙別人 或者是你要顯示你很厲害 人家問你是怎麼回事喔 這叫非牛頓流皮 牛頓大家都知道 它不是牛頓流皮 非牛頓流皮 我們這個影片 馬上就會在YouTube上面上架 所以請各位密切注意 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 YouTube的影片 馬上上架 一模一樣的實驗 我們可以在水上飄 在一個液體上面 我們可以到咚咚咚咚咚咚 就像那臥五床樓一樣 水上飄 還在水上面過去 很酷的一個影片 大家順便做廣告 OK 好 您 好 我們謝謝 謝謝 廣告時間結束 剛剛 好 我做了這實驗 因為我要上樹的關係 有沒有問題要哄我 有去金門看打鐵 打鐵師有時候會噴一下水 但它噴水是要塑洗嗎 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我有去中鋼三端 中鋼那個溫度都很高 可是以前打鐵師傅 用火燒的話 也知道溫度不會那麼高 那這樣是不是 火的溫度不一樣製作出來的鐵 或鋼的皮膚也會有差異 對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 很專業 那這個其實 好剛剛問的問題是喔 各位去金門打鐵 看人家打鐵的時候 他是把這個生鐵 它打好那個鐵 不是 你看這個打好的鐵 放在火爐裡面 燒烤 那加熱到差不多 再把它拿出來 噴一點水 在上面敲 那是因為喔 這個 金門的鐵 剛好昨天已經沒回來 金門呢 它是用砲彈的 直接來做這個菜刀 所以呢 它的 它主要是霧鋼 雖然一定是霧鋼 那你霧鋼的話 那個這麼厚的話 我必須要把它敲薄 滑到一個程度 所以它會 它做的固定 它本身是霧鋼的 所以我只是把它打 有它的延展性出來 這個跟中鋼它的DN的時候不一樣 那剛剛有家長問說 那 現在的科技 要這樣做嗎 現在的科技不這樣做 只是因為在早期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我的 碳含量的時候 我要每次做出來 光一模一樣 我們所謂的SOV 去拿來控制 那我就乾脆 我可以取這個 伸點和手點 把它混在一起 讓它 因為你不斷的堆疊之後 它是二倍數 二倍數不斷的成這樣 它是一個登頂技術 那這個時候 讓這個混合液均銘的話 等於是打出來那個鋼的含量 這個碳含量剛好就被 一個是碳含量高 一個碳含量低的混在一起 就剛好等於取中間 那這個鋼就出來了 那是 這是以前的一個方法之一 我從來都真說 是一個方法之一 對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好 好 那 那個鋼鋼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艾菲爾跌塔 我剛剛 我來路上研究生 剛剛說 艾菲爾的鋼 這個鋼 已經技術 防鏽技術也這麼好 我們要是能夠做出一個 防鏽技術很好的 這個 這個 塗料的話 我們也會發 跟他講說 對 我也很想找出一個很好的塗料 你就監俏 對我來說 我說幾個專利一下 沒有 我一定會來跟各位分享 那 各種鋼的 鋼的 鋼的建範 其實蠻多的 好 那剛剛有提到 其實剛剛 我們都這樣提到 很好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要告訴小朋友 本來是2 變成4 為什麼 2 又變數 再多加2 對 對 對折嘛 就變4成 所以2 對 有些缺稱法 那4成2 8成2 16 所以 我們在垂的過程中 就是2 4 8 16 32 那它其實是 公比2 所以我意思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數學的問題在裡面 我是為了配合數學問題 做的介紹這個方法 但是那個節目也是這樣拍的 那 因為我們這邊 節目的是 請各位在想辦法去看 那我這邊只能說 我們做一個模擬的實驗 讓各位有一點了解 我們不希望剛剛的生活器具的使用 因為我其實是非常平凡的 好 接下來我們實驗3 拓手可得 這個 拓一的拓 拓手可得 這畫一書東順戰 這個故事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念裡面的故事 簡單的一講就是說 我本來跟 各位小朋友 講故事時間到了 注意看好 注意聽 就是我本來跟別人打仗 我跟別人打仗 後來我發覺這樣好累喔 我就做一個 城堡很好的 在一個丘陵上面 蓋一個很堅固的一個城堡 那我希望 而且放了很多食物 我就乾脆在那邊 我就不要跟你打了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在那邊享受太平生活 好 可是他沒有想到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他說這樣子的話 我聽天下拓張可絕 拓張可絕 就是吐口水在手掌上 就簡單 意思是非常簡單的意思 可是因為這種忘記的禁曲勳 你沒有禁曲 你沒有禁曲之後呢 而且有 旁邊有霧霧氣的一些小人之後呢 就不管你賢財的人 最後呢 存了糧食的錢都花完了 都沒了 失去的民心 最後就敗亡 所以 你不要以為 你想享受太平生活 就不努力 這其實故事很重要 小朋友一定要努力進群 懂嗎 你不可以 不可以 都是靠父母親 自己要努力一點 這樣子的話呢 那以後你才會成功 好 這個是 不好意思 拓張可絕 我那個PV打錯了 那這裡面當然就是 拓張之後 它增加我們手掌的摩擦力 所以我們在取東西就很容易 所以它有點意思是 取的東西很容易的意思 好 那這裡面的實驗呢 我們 我把它延伸 因為我們這個延伸比較少 然後我們就提這個 生活中 透掌可得的實驗 那第一個實驗呢 好 那個 我們在介紹實驗之前 我先介紹幾個 好玩的 這個 我以前 因為今天來這個地方 各位談 這個 談太多化學 怕各位不曉得沒有興趣 那因為 朱老師是學物理 所以呢 特別呢 搬這個儀器來 這個 讓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儀器是幹嘛 這個實驗是要證明 你人體是導 是一個導體 你人是導體 什麼叫導體 就是 你手伸在插座裡面會怎樣 會被電到 有被電到 有被電過的舉手 啊 這麼多有被電過 啊 還有小朋友被電過 啊 啊 啊 其實我們要做實驗呢 我們電了不需要這麼麻煩 好 我們就做一個小儀器 這個小儀器呢 因為 我是一個導體的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到 LED燈就亮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好 那我腳一個放桌上 好 沒有沒有 朱老師哪一個 朱老師拿前面 我拿後面 你看 我們這樣子 它會不會亮 不來電 不來電對不對 好 你看喔 我手 我手 然後 這個還是怎樣 碰到的話就來電 有沒有 手放開就不來電 那我大學就摸摸說 老師 那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 我說你在幹嘛 我要試試試看我跟我老婆 不是 我要跟我女朋友 測試一下 哪不來電 他要 欸 對對對 好 好快喔 那個 那個 有想送數 有小朋友舉手 有小朋友舉手 好 我們是有的 好 你 可以用英語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二組 第一組 先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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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送送 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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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開上來 好 你幾歲 七歲 哥哥哥哥哥你幾歲 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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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一個七歲一個八歲 來 來 看一下你女人 可以來電 妹妹你的手要摸前面 對 他不會電的 不要緊張 不會電的 好 我們看一下你們兩個人有沒有來電 來 你們兩個人有沒有手牽手 都沒有手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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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再試一試 你鼓的手 舉到前面給他們看 代表說我沒有 對沒有偷牽手 來就是手舉起來 沒有看 好 好 沒有 沒有 都來電 沒有 沒關係等一下 等一下會後的話 可以在旁邊 互相自我介紹一下 謝謝謝謝 來幫我媽媽同意 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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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男朋友 朋友 好 這個 這是我們 這是為了讓各位看了他的結構 其實要讓人家看的話 是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你就看不出來 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呢 這個 人體是一個導線 到底可以轉多月 等一下 你 全部舉起來 手牽起來 來 換你 手牽起來 來 手牽起來 來 牽起來 你再跟我們一起 蹲一下 蹲一下 手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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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想玩 這樣好了 呃 這樣好了 等一下 想玩的時候 等一下下課再玩 其實我們可以玩大一點 我們可以串整個 不過 我們速度靠一點 好 這個 我現在介紹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正在做了 這是手牽發電機 那我就跟我 我就跟我那些老師們說 啊 妳是手牽這樣亂 只是讓LED燃亮 有沒有更好 飛起來了 謝謝 謝謝 因為今年聽說是小叮噹 一百週年 好帥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小叮噹 其實我很多idea是來自小叮噹 假如你要做科學創意的話 你很難 很難找題目的話 其實你會看一下小叮噹 那當然這裡面有些科學跟技術都在裡面 好 這個 所以我們生活中的實驗呢 脫手可燈 好 那個各位 那個 其實應該最後一個實驗啦 但是我先把他調出 這個汽水 那各位應該有聽過 這個 翻頭都丟進去之後呢 他就噴起了 對不對 可以噴多大喔 超高的 超高的 你做過喔 對 對啊 挺多一公尺多而已吧 超高的 一層喔 一層喔 誰做一層喔 你做一層喔 我這個送你喝啊 你做一層喔 你做啊 汽水嗎 還沒開 還沒開 好 他其實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這個孔 很多人做不 他其實可以噴五米多 不到兩米 但是因為這個孔太大了 那孔要把它小一點的話 就可以噴上去 那你怎麼讓孔小一點 就裝一個孔小的 然後這邊也不關鍵 可是 欸好 我們要做嗎 可是看到上面有嗎 好 朱教授這句話 我們要死吧 好啦 那他們會死過 餓死呀 那你們要吃啊 我還在睡覺 我應該要吃啊 那天還要吃 我們要吃啊 那天還要吃 我 freely要吃 一枚的 太多了 現在 越多噴越高 我怕等一下真的噴上去的話 朱老師學生要氣得很辛苦 打開 那個剛剛小朋友來店 現在送他一條紅線 來來來來 你那條紅線好了 來先送你出 好你上來上來 來 這樣 一個人拉就好 等一下等一下 好我們倒數 321 等一下 這個危險的實驗呢 請小朋友站後面 好我們一而三而一 321 好剛剛是沒有蓋蓋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你蓋蓋子 那個 可樂 可樂 可樂會不會比較高 對 超高的 好剛剛是給各位看這個 沒有蓋蓋子 就是一般的厚度 就是一般的寬度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要噴不起來 那現在給各位看的是 這個口徑 比較小的時候的情形 那現在問題來了 口徑一定要這麼 要嗎 口徑一定要這麼大嗎 再小一點都可以 大一點都可以 其實這就回到我剛剛講的科學探究 我覺得讓各位小朋友 要有一點機會 不曉得科長要做什麼 可以做這個 因為洞太小的話 裡面的壓力太大 他整個鼓起來的時候 可是洞太小 噴起來會比較慢 那假如你的洞太大的話 他會噴不夠高 他一定有一個比例 是那個洞剛剛好 噴最高 那你經過幾次的實驗之後 你就可以找出洞最好 還有跟他壓力的關係 好不好 那 那所以我是希望小朋友 其實假如如果要做實驗的話 其實這應該是做科長實驗 因為我們把它數位化 不是 數字變因呢 把它控制好 去找到最好的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因為不做科長也是啦 那只告訴各位 這個科學創 我們的創意科學裡面 其實是很多在這個地方發想的 好 好 好 我們再找一位女同學 啊好 來來來來 最快 你先搖一搖 他會蟲更高嗎 可以嗎 先搖 先把他搖 搖也可以 可是我其實我是 雖然朱老師說沒關係 其實我是有點 覺得不好的意思 那我只是做演示 各位家長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挑戰這個口徑的大小 可以去挑戰這個口徑的大小 讓大家快多變音在裡面 等一下喔 來 說要6幾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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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顆就好 好 有點可惜喔 要加幾顆 5顆 5顆 好 靠這麼近 然後再一次 好 好 可樂應該很不適的 還沒倒數 對 三分鐘 因為我這個 預備 3 2 1 好 這個是不是比剛剛還高 比剛剛還高 有啦 你問這個姊姊 他有做紀錄 沒有啦 正常來講的話 做實驗會有三分之一 剩三分之一 那 我所謂正常的原因是 不是這一種冠狀的 當然我又不能講 某個牌子最好 但是喔 我做實驗過程中 某個粉土牌子 汽水 它其實是噴比較高 其實這也是一個便利 一個是口氣大小 還有一個是汽水燃料 那當然你這個可以用 因為國小也有一個二氧化的解制方法 你可以去用那個 石油水的 這個 沉澱物 過濾之後來算 來反過來算 它的量 二氧化它的含量多少 跟它有什麼關係 那當然這後面又可以寫一篇 我剛才講過可以做一個科展的題目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只能演示到這邊 對 讓你做實驗喔 不要吃 對 那個幻圖是不是不可以吃的喔 因為那個實驗 那個 已經過 過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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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你回去做實驗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不同的汽水 還有不同的口氣大小 好 那它的噴量多寡 那這些就是變音 好 好 我們的生活 破手可得 實驗三呢 就是 好 這是鋁箔子 好 我現在介紹的是物理的實驗 如果特別介紹物理的實驗室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問你主教授 他說這方面的專家 他雖然跟我講說不要再把難題丟給他 可是喔 這個介紹化學問題的話你要到台北來問我 其實科技沒有給我 但是呢 物理比較方便 好 這個呢 主要是測試喔 這個電池乳會產生電磁波 那你怎麼知道電磁波 你有看到電磁波嗎 沒有 有沒有看到電磁波 沒有 沒有 用心體會 有沒有看到電磁波 沒有 不是 我們都不夠用心體會 用心體會 用心體會 用心體會就感覺到有電磁波 因為他看不到摸不到 這個 這個我們用輻射啊 可見光一樣 都是一個電磁波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電磁圖放在上面 好 牛波子放在上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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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就再過幾乎 幫忙就再過幾乎 再過幾乎 再過幾乎 好 喔 好 好 好 真的加過幾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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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啦,有了啦,上面閃閃電的 那,那我腳不要換這個來 好,其實不用啦,只是因為時間比較久 沒有,我可以放暈一點 不是因為這個泡額,它不是一直增強的 那我現在只是開保溫,就是溫度泡額最低,所以時間比較久 我本來想要嘗試把它轉換一點 那剛剛飛起來是因為我們把它轉到200度型,它泡額最強 那你我只會熱嗎? 會,會熱,因為熱能會跑到上面 好,其實後來喔 可以做廣告嗎?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剛剛瑞光老師又給我出功課 好險,我還蠻用功的,這功課已經寫完了 所以如果想要看這個原理,請上時尚最短物理網址 如果不知道它是多少,看一下我們的工作人員 T恤上,全部都有 你上這個網站就可以找到答案 好,廣告時間結束 好,謝謝,謝謝 啊,下課了喔,不夠精彩喔 我常常變魔術說這個 你以為喔 我在想說我很精彩,變一個化學魔術給你們看它 耶!耶! 這是什麼? 什麼水? 綠色化器 綠色散 綠色散 綠色十Wow 尤其很多小朋友不喜歡喝水的話 你尿尿到只有你的顏色的話 我告訴你水喝太少 很危險 那現在呢 我要把 其實這個顏色跟啤酒很像對不對 我現在用一根火柴呢 用幾根火柴呢 把它變另外一個顏色 小朋友不可以玩火柴 賣火柴的小朋友 這只能爸爸媽媽練功 好 這個有點危險 所以小朋友只能看爸爸媽媽練功 精采的魔術人 先把你冒一個 謝謝 各位朋友有冒氣的 這就是第三個 好 這是什麼 什麼顏色 透明 你的尿尿是這種顏色的話 代表你水杯是OK的 只要是剛這顏色代表 不是 透明的啦 膠油白色混濁的話 那就是腎臟有問題 對 可能要問醫生 應該是透明的 好 好 今天是 你們都沒人問我 有沒有問題問我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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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送書了 啊對 這是什麼 這是頂酒 蛤 頂酒 好 沒問題 變破門對不對 啊 太好了 這個問題太好了 我比你眼睛還不準 你有沒有叔叔我 啊 你有叔叔啊 你有沒有 好 一本書送你叔叔他們家 一本書送你 這個 因為你問的問題太 我講的怕你聽不懂嗎 所以多送一本書 可以跟叔叔幫忙回答 沒有啦 其實這是因為 問題問的好 因為這裡面有硫磺 硫 就是那個涼泥塞有沒有 聞到臭臭的硫 就硫南沙產生二氧化硫 那這個氧化硫溶解在水裡面 會產生氧乳酸 那氧乳酸會跟著點酒的 進行氧化還原 氧化還原 因為很難啦 我知道很難 所以簡單一講就是說 它產生剛開始那個煙 跑到水裡面會跟著點酒作用 就讓它變無色 這樣了解嗎 就這個原因 啊你要是比較深入的了解的話 你就好 好好的進取去讀書呢 就可以知道答案在哪裡 可以問一下 一點點就好 就是說 那個點酒的情況下 會沒有無色 點 點本身是 其實點酒的話 這個顏色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顏色 可是你假如把它 啊 加了這個 進行氧化硫 得到電子會變點離子 愛富 它是無色的 對 點離子無色 所以這個點呢 碰到這個 鏡頭可以拉下來 遇到這個澱粉呢 它會變成 它會變成蠻紫色 它會變成蠻紫色 各位可以看鏡頭 謝謝 小朋友可以按摩 把它放大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對 各位可以看鏡頭 小朋友不要激動 來我們把它放大很大很大 你可以看到 各位把它放大很大 好 所以呢 你要看這個 好 有什麼問題 喔 蓋子是怕那個 地道的煙跑掉了 只有剛開始的煙跑掉了 就直接失敗了 那很多人 很多人做這個實驗 都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喔 後面燃燒 後面是木頭燃燒 這木頭燃燒 產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融到水裡面 它就不會有這個反應 所以只有摺取第一道 白煙 好 什麼問題 變白 就沒有辦法消毒 不過這題目很好 好 來 謝謝 好 有沒有問題 蛤 變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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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O紫 就是我明白的白紫 白紫 叫白紫是什麼顏色? 白色 遇到疊久什麼顏色? 紫色 好 都紫色 顏色 白色 這是顏色 開店 切換 好 好 眉色 變成紅 原來眉色 原無色 無色 好 什麼顏色? 黃色 很像你尿尿尿 很像你尿尿尿 那個衛生紫紫的顏色 有點汪汪的 謝謝 這個小朋友比較有這個經驗 我本來是想說 這個尿尿沒有尿 尿到褲子裡面的顏色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紫呢是黃黃的對不對? 這個呢是有點紫色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沒有澱粉 純紫薑 所以因為是純紫薑的關係呢 所以顏色是黃的 就是原來的這個棕色 就是點液的顏色 可是呢 F-O只能因為有澱粉 所以它會變色 所以這很重要喔 這是其實告訴小朋友 你們以後讀的酥呢 是這種紫 有加澱粉的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讀酥 你身上的油脂呢 在上面形成飽物膜 那個蟲就不會來吃 那很多小朋友買了酥 不讀酥的話 一段時間那個酥 就被蟲蛀掉 因為裡面有澱粉 那蟲不會吃衛生紫 因為這有點鮮味 它要到野外吃就好 不用跑到你家裡吃 各位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的酥 裡面要有酥蟲在那邊吃的話 就代表 你都沒有糖色 都沒有讀酥 好 好 問題太好了 來 多收一本書 因為這是很專業的化學問題 老師請問一下 為什麼那個 A4只要加澱粉 喔 好 可能會輸解方便 因為不然像這個的話 它不夠滑 我可以加它滑石粉 可是它可能會脫落 啊 澱粉的話它有泥性 它有一點泥 它用的是現在 我們在加澱粉店 是不是 我不能說 我不能否認 但是我也不能承認 但是啊 這小朋友科展進去的話 可以去試 可以試 它要有一定的聯合度 不是人家來說 真的好敏感 其實我上次 這個照片 所以我說 不然待會兒很一樣 只是我上次上一個 好好吃這件事 也是公司的節目 的照片 所以這應該是 上個月的照片 看吃火鍋也是一樣 我們談化學問題 我們談 不談 不談一些問題 好 這個 剛剛小朋友問我說 這個變白色 可不可以把它變回來 可以 你加雙氧水 雙氧水 因為它的 這個 它缺電子 所以它可以走 再把一個電子拔回來 所以你把那個 要用的那個 那個 雙氧水 你把整塊倒下去 它不會那麼快 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可能 兩三分鐘之後 顏色慢慢黃 就會變回來 那個點 點的顏色跑出來 好 那因為實際的關係 我 因為 其實我後面應該很快 講一下好了 不然 不然 太對不起你家了 因為不小心 唾手可得 時間太多了 那 沒有辦法 給各位那個 好 這個 其實我們還有 這個 這個 可樂 我們剛剛示範了 那 其實這邊 有個可樂 剛剛那個可樂 是要讓各位呢 把它放在 食鹽跟冰裡面 不用做了 不好意思 抱歉 因為我想要讓各位DIY 那 這個 因為這個食鹽比較簡單 我只能簡單來講 就是說 你回家以後 把這個可樂 把它放在 冰塊跟食鹽混合的 物體裡面 就是 冰塊嘛 然後加食鹽 那這個時候呢 大概 那要加多少 就是 冰塊跟食鹽呢 大概是3比1 好 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冰塊倒一杯的話呢 你食鹽就倒三分之一杯 好這樣子 那把它混在一起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它的溫度會比 正常溫度還要低 這個時候 你把這個 這個 寶特瓶裝的可樂呢 把它放在那裡面 幾分鐘 幾分鐘 放幾分鐘之後呢 把蓋子打開來 讓裡面的氣體都跑掉 然後之後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 拿起來要用力搖 你本來 對 你本來拿起來是液體對不對 把它用力搖之後 它就結冰 這是過冷的現象 這個是 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 欸 你做過喔 你做過喔 我帶兩本書 我應該多到一點書在這裡 好 那這是 這個原因是過冷 那另外一個是 電磁座 葡萄汁 老師剛剛呢 像過冷那個啊 它變個的時候 為什麼不會過冷 它咬一咬都會過冷 對 它溫度是過冷 但是它因為沒有核種 所以它還不會沉澱跑出來 那你把它蓋起來晃一下之後呢 這個時候有 你改變它的狀態之後呢 它 這個時候有些核種會跑出來之後 其它很快就跟著漲 所以這個時候冰塊就在裡面跑出來 對 好 這個 這個實驗呢 是電磁葡萄汁的實驗 那我們先跳過去 我先講後面這個 這個 這個 綠水複呢 是五光十色 那當然這裡面文學的部分呢 我就不特別提了 那形容 但是我只能簡單講啊 就是 這個綠色複裡面提到 一個 描述一個絕美的女人 美女 對不起 美女的容貌姿態 出現家人 就像 增長在 無垢如盡的 時中的紅蓮 等等等等 形容這個 用這個 五光十色 來形容 比喻我們這個 事物內容豐富千變萬化 五光十色 那這裡面呢 其實談到的是色三 白光 透過這個 鏡子 會產生不同的顏色 這也是在物理 就特別挑物理 就是怕你問我太多化學問題 可能找到我 可以找到朱老師 他現在就問那一題給他 但是這是小 非常簡單的小問題 其實你們可以看 你們有類似的實驗 也有做 可以廣告一下 不用 所以我 不是 其實我意思是說 各位一定要成為這個地方 那你就會 看到學到很多東西 就不用再上網去看了 你可以親自做實驗 其實是幫你搭廣告 對不對 因為我來之前 我也很用心的 這個研究一下 我們的這個節目 其實非常精彩 那我們這裡面談到 五光十色最漂亮的就是這個 煙火 煙火 那煙火裡面跟數學有什麼關係 不同的物質的成分有一定不一樣 這是百分位 各位了解是嗎 就是在小學裡面 其實在介紹百分位的時候 有時候應該要用這個例子 比如國慶煙火用的火梗 這個煙火它有不同的成分 當然不用寫專業化學問題 我們可以寫說 譬如說是發光劑 說氧化劑多少 或者是 或者是其實不一定要 這麼難的問題也可以 我們可以比比較簡單的便利 它只有百分比的問題在裡面 那生活中 就是煙火 包含統治都很精確 那如何製造彩虹 製造彩虹的話 就是 第一個碰 水嘛 噴 水噴嘛 國小做過對不對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CD 其實我覺得講的是第三種 各位假如對科學實驗 非常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站 全國科展的網站 在國際台灣科學教育館 像48屆裡面就告訴你 怎麼做 做 萬花圖 彩虹 怎麼製造彩虹 這個是有人研究 怎麼做彩虹 然後它有不同的一些條件 原因呢 做出來的結果 我覺得假如各位 假如對科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做這個 好不好 好 好 那 這次我後面是我的 各位沒有啦 現在剛剛是開玩笑 不過假如各位真的問題的話 非常歡迎 你可以寄Email給我 我的網址可以回答 好 2007 CKKU &Gmail.com 2007年 CKKU 應該是我名字 捐鍋鋪 不好意思 CKKU&Gmail.com 假如真的不清楚的話 你就在Google上面打 古建國 跟Email 可能就會告訴你其他的文字 21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就是Google 有了Google 有什麼都不用待了 就到Google去找 好 那這裡面呢 其實我本來要讓各位做一個電池做葡萄汁的實驗 可是因為我發覺有一個更好玩 我兩個學生在那邊等了 已經等很久了 想導師一定會一直 講得不讓他上來秀 那我想 既然我寫來是跟各位提好的 就是 各個時間的話可以做 就是說 這是鋁箔紙 然後呢 把這個餐巾 衛生紙 把它放到上面 對 你做過這個實驗 那這個是葡萄汁 那我想我用掩飾就好了 好 這個實驗呢 把它倒在這個葡萄汁裡面叫什麼 鮮葡萄汁 對 鹹葡萄汁 你有聽過我做過這個實驗嗎 有 那各位實在太聰明了 我問了比較很多說 鹽的葡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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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鹹葡萄汁就對了 好 對 你把這個鹹的葡萄汁把它倒在衛生紙上 好 因為這實驗蠻簡單的 我想家長回去可以跟小朋友做 好 好 這個 這個 來不及做 我們待會兒可以把材料帶回家 那你們回家做 所以現在認真的把怎麼做學起來 我們回家再做好不好 好 太好了 還可以帶材料包回去做 好 那這個實驗是這樣 你把電子把它裝上去之後呢 它有紅色跟黑色兩條線 那當然這裡面呢 紅色黑色代表是不同的極 那我現在黑色這個是電子平的負極 那 紅的是突出來的正極 那你現在把其中一端呢 接鋁箔子 另外一端呢 放在這個葡萄汁上 啊 好 好 好 吃 快吃 好 吃 快吃 再吃 快吃 十分 吃 哪 哪 爬 好 好 吃 鱼肉 對 有的小朋友眼睛視力非常好 你看我現在碰到這一塊 各位看這個比較紅的地方 這顏色會變有點綠綠 灰灰的 剛剛還有小朋友視力很好 還可以看到白色的泡泡在我的電極棒旁邊 白色這個旁邊 你看看到黑色這一塊是我剛剛變結的 這應該讓你直接體驗 你回去做看應該有這種情形 有一點綠綠的 那是因為這葡萄汁在酸性下是紅色 那你變結的時候 變結的過程中產生氫氧氮質 所以顏色會偏淺性 變鹼性這個時候就葡萄汁 它顏色會變成有一點綠色 那鹼性強一點的話 會有一點灰色 那葡萄汁呢 不同的牌子呢 其實葡萄汁有差異 但是呢基本上呢 會變四個顏色 好一點會變到五個顏色 不同的PH值會變不同的顏色 葡萄汁要紅葡萄汁 你要是白葡萄汁的話呢 不會變色 紅葡萄汁因為化青素 那你吃十顆紅葡萄汁的果肉 它的化青素呢 不如吃一顆葡萄皮的化青素 那化青素可以去除我們體力的自由基 那我們就不再繼續宣傳化青素的好處 對葡萄汁有 它也有 所以有人只喝葡萄酒 就是它有這個化青素 好 這個是變色的實驗 這個是拓手殼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最後呢 會讓各位做一下DIY 那我們現在開始 那我們這個實驗呢 因為 呃 之前陳空文老師 他有這邊做過 所以轉不停的陀螺呢 我們用演示就好 我們做另外一個 對 因為有人做過 有人沒有做過 所以我們打算不要做 就給各位看 這個陀螺可以轉到我下課的照來繼續轉 好 那這個呢 可以 ался Khal Constant 小朋友請回座egan 我們不得不 這個寄出一些策略 不然到時候所有小朋友全部寄到這裡來 那個 趕快回座喔 如果沒有趕快做外 等到待會兒的材料包 就載了 還有沒有把它放大 就是吳老師說轉不停的陀螺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透過鏡頭可以看到 它可以轉很久 這邊就是一個三號電池 那這個呢 它用的電池其實很微弱 那我現在的概念只是一般外面回收 就是你那個電池不要 我可以拿過來還可以繼續用 當然這主要是靠這裡面的電感 那另外呢我讓各位做 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像每一組人會準備一個這樣做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會發那個材料包 每個家庭一組不夠 那我另外一組做的是光通訊 好不好 光通訊是什麼呢 來 我們這邊也是給各位先視聽一下 對 我們現在準備30個 所以每個家庭會做到一份 可是兩 我只有準備兩份 那基本上呢我們是擇一來做 就是有人做光通訊 可能有人做的是做 那個LED燈發亮的 那我們這個轉過去頭了 我們不做 就是你有興趣的話 還是知道 科技大 科學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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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課會有科學大觀 等一下 我們先介紹什麼是光通訊 我們來找一個小朋友來聽聽看 這裡面有的聲音 嘴聲快樂 這個實驗呢 是現在正在雲林頂辦縣市的科學演員會 我們在雲林縣 全國的 全縣 全國的這個 科學演員會裡面的光通訊 那我們裡面設計的就是 這裡面有它的冷板 然後把它照到這裡面 它的光源很微弱 只要一個LED燈就可以足夠去動它 然後這個時候 這裡面的那個音樂就會放出來 就會放出音樂 這個 這也是 配合我們 這個 能源教育介紹的太陽的 那所以 這邊主要傳達的理念 是這個 這個 哪怕是這麼小 其實 還是有辦法 去動我們 裡面的 音樂流程的聲音 好 那因為我們器材準備的關係 我希望各位 同組裡面呢 都有機會 可以看到不同的作品 所以同組裡面呢 原則上 會有兩個不同的東西 好 那現在發的是 呃 光通訊 那現在發的是 呃 光通訊 好 那 現在 我有兩個學生喔 分別發不同的東西 好不好 你同一組裡面已經有光通訊的話 另外一個家庭就拿另外一個 拿神通 好 這個 朱老師廣告時間喔 這個 古老師這個光通訊 非常cute 很可愛 就是小小的電池 然後小小的LED 然後小小人話筒 我們有一組是比較大一點的 沒有那麼cute 然後就在後面喔 我們請那個 我們 呃 助教的指示一下位置 他那個 呃 來來來來來來來 來 同組裡面把手舉起來 好 就是助教現在你舉手 好 就是在助教所在那個位置 我們有一組光通訊 那一模一樣的概念 就是跟古老師他們這個設計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做一組比較大的 然後可以直接把那個 呃 聲音播放出來 OK 好 所以大家可以 欸 可能可以麻煩這個爸爸媽媽 小朋友不要激鬥 因為我們可以 把畫面切到這個實驗 讓大家看一下那一張 好 已經切過去了 就是這邊有個光通訊 那待會朋友們離開的時候 可以去看一眼 至於他怎麼操作 唉老話一句 史上最短的物理網址上網去看一下 有所有的影片 跟他的原理的介紹 謝謝 廣告時間結束 來交給古老師 好 謝謝 那剛剛給各位是 呃 其中的幾個配件 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發一個太陽能板 跟一個壓電耳機 然後大家都有吧 就是看一下太陽能板跟壓電耳機 第一組應該有一個 都是那個永遠的東西 對 那我現在發一下你的問題 欸這個等一下要緩喔 不用緩 那這個很快 沒關係 我們送大家帶回去 對 大放鬆大放鬆 那各位 這個科學游會裡面 請成功老師來示篩 可是因為這兩三天 他剛好去支援雲林 所以沒有辦法 知道 他的兩位助手 也是我兩位助手 有幫忙嗎 有 有試出來就趕快舉手 第一個做出來的 我們看兩本書 想想看怎麼用手上的東西 讓 對 LED 燈發光 就是我們剛剛發的東西 就這幾個 我們剛剛才發 那就算一個方法 但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已經有人想到一個方法 用太陽能板 讓 LED 燈發光 那還有一個方法 大家試試看 這個就有了 我們現在就有加一個方法 好 沒有 沒關係 來 來 那個 還有 還有 一種方法 除了用太陽能板 讓 LED 燈發光 以外 還有一種方法 大家試試看 有試出來就趕快舉手 沒有 沒有人試出來 所以就直接公布答案 我們用耳 還有 還有嗎 你們怎麼試出來的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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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試出來嗎 有人試出來嗎 讓他發光 沒有 我就要直接公布答案了 好 還有 最後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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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弄呢 怎麼弄呢 好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好 不管了 好 我現在公布答案了 答案是用耳機 讓 LED 燈發光 請大家把耳機 用手按到 LED 燈的兩極上面 然後輕輕的把耳機在桌子上敲 都敲敲看 然後就會發光 然後就會發光 對啦 對啦 因為我們這個耳機是壓電耳機 它是比較高檔的耳機 然後它其實還蠻貴的 然後 它其實還蠻貴的 好像五十塊 就是多少 對 輕輕的敲就好 請不要把它弄壞 雖然是要送你們 但這耳機很貴 請大家撐血 好像五十塊 五十塊 對 所以我們發電的方法 除了用太陽能板以外 也可以用 像這種 壓電耳機 它是用壓力跟動力的 那我們現在發電池 然後讓大家聽聽看 輕輕的 把耳機跟太陽能板接起來以後 我們放一個光源 可以聽到什麼東西 那現在請大家用膠帶吧 好 好吧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這是我們有發 我們有發一個耳機 就是壓電耳機 就是比較貴的耳機 你可以去材料上 這是壓電耳機 這是壓電耳機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探門板 這是探門板 壓電耳機在敲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電流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邊 正負機 街上你可能有微電的話 它是會發光的 然後我們這個實驗非常簡單 我們有提供一個光源 然後我們的光源是有訊號的 它已經 它的電阻上面已經有 就是我們原本 設定耳機 我們只要把 耳機跟探門板 接在一起 看就好 所以黑色接黑色 黑色接黑色 然後紅色接紅色 這次如果是聽我們提供的光源以外 你也可以去聽聽平常家裡 電器會大光的光源 你也可以去聽聽平常家裡 像的耳機 一樣的耳機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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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到以後呢 我們就把 看耳機照光 然後耳機就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 然後你也可以拿去聽日光燈的聲音 然後手機的燈的聲音 或電視的聲音都可以 這是一個通訊的方法 比較古老的通訊方法 就是軍班或者是 有主也做不出來的嗎 做不出來的舉手一下 太陽的感傷黏在耳機上 不是黏在耳機燈上 耳機燈是給你們玩的 有主也做不出來的 還有主也做不出來的 主也稍微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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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看 可以看得到 這裡面的水呢 比越南的稍微淡一點 那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別的裝置裡面呢 顏色會更透明 這個顏色沒有非常透明 只是稍微透明一點 那是因為這個分子太小 分子太小 就是等於它坑也很小 它會順著水呢 就會慢慢帶過來 那另外一杯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不曉得這樣子 鏡頭看得出來 那本身的顏色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本身顏色是比較深的 那這是紅糖 我剛才談過了 紅糖的話 因為它很融解的關係 所以呢 它能夠跑過來的量會比較多 你的顆粒越大 停在這邊多 跑過來越少 所以顆粒不同的話 流過來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現在讓各位做的是 顆粒比較小 那是因為我們 要跟百煉成鋼合在一起 所以方便取這樣 我們是用紅糖 那小朋友回去講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 泥土 還有泥沙量比較高的來做 那泥沙量比較高的 你最好去區分一下顆粒的大小 顆粒大的 它不會過來 只有水會過來 你會發覺 顆粒的栗子 在某個Size的時候呢 它是不會過來的 那哪種Size裡面 它會過來一部分 那怎麼樣Size都會過來 你可以討論 那我剛才談過 科學好玩的地方是 它會有一些變音 有一些 條件改變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小朋友 我覺得 因為都有家長 都有來參與 所以我 我每個實驗裡面 我只取一個頭 的原因是希望說 因為後面的變音呢 我希望 家長有機會 陪著他玩的時候 陪著他思考 等他不想玩 就把他割著 沒有關係 等他哪一天想玩 跟你活動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互動 好不好 這個是這樣的實驗 那我今天簡單 設計這個實驗 除了剛剛風通訊以外 其他的實驗應該 都是拖手難得 那我希望 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跟小朋友 回家出去玩 那 我今天就講了一件 非常謝謝 謝謝 好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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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會後 再來 大家應該可以 理解 什麼叫 欲罷不能 剛剛 郭老師說了好幾個解法 比如說 什麼 請主任老師來 或者是 再找機會參加科學 應該什麼的 我覺得最好的解法 是 下學前 就請郭老師再來一趟 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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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的話 來跟各位一起 研究研究 研究 研究 好 那個 所謂的用心填寫 一定要有一些回饋 嘛 剛剛有 家長過 反應 就是說 抱怨 說 這個學期運氣很差 還說 抽到一場 你應該覺得運氣很好 這場 就是博老師這一場 但是 我們現在提供另外一個機制 就是 每一場 加入科學廣場 活動 我們都會挑選 一個家庭 你最用心填寫我們的問卷 我們會把你們選出來 然後 給你一張VIP券 你未來的每一場 加入科學廣場 只要你習慣 不是每一場 對不起 講錯 未來的加入科學廣場 你可以挑一場 你喜歡的 然後 使用VIP券 所以 希望 增加大家 認真幫我們 填寫問卷的誘因 好 那 每一次的 最後的結尾 我們都要非常 感謝今天很辛苦的講師 所以 那個 嗯 我的 對答 準備一下 這場準備好 我就要請所有的 朋友 不知道小朋友在信了什麼 好 我們要借小朋友的手 還有大朋友的手 來 謝謝我們今天的掌聲 來 好 這她 好 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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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